他是一个地质学家 却梦想追逐遥远的星空 历时十余载 他把中国人的奔月梦想变成现实 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 欧阳自远 2014年11月4日 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 将一颗编号为8919号小行星 正式命名为欧阳自远星 理由是欧阳自远对中国太空事业 特别是中国月球探测事业 做出了杰出贡献 欧阳自远 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 他曾成功推动了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 嫦娥一号的发射升空 指导了中国月球探测的近期目标 与长远规划的制定 他被誉为中国的嫦娥之父 中国为什么要去探测月球呀 我们中国在地球上的事都干不完 你怎么瞎折腾去搞那个月亮 搞那个月亮 究竟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 我有责任和义务来向大家汇报 欧阳自远正在向人们讲解关于月球探索的知识 这是他这个月的第十二场讲座 演讲的环境并不好 来听讲座的人也是五花八门 有的是相关专业的研究者 有的是太空探索的爱好者 还有一些是附近的居民顺路进来听一听 但这些都不会影响欧阳自远的热情 他甚至能把枯燥的知识讲得既有趣又通俗易懂 小天地一个砸一个一个洞 这边砸一个一个洞 它以它微弱的身躯 抵挡了相当多的小天地 本来该撞我们地球的 结果撞在它身上 你看它表面上坑坑洼洼的 所以月亮真的太好了 很多人不理解 这位老人怎么会有如此充沛的热情去做这件事 伴随着2007年 中国第一次探阅的成功 关于中国是否应该探阅的质疑声 从来没有停止过 然而到太空中去 却是欧阳自远奋斗了一生的梦想 面对各种质疑 他并没有争辩 而是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为让更多的人了解太空 了解中国探阅的重要性 欧阳自远四处做演讲 已经长达十年之久 当我们的设置组去采访他时 却意外地看到了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我是真的不运动 吃饭嘛就怎么吃 你看我吃东西还是丰富多彩的 我们食堂东西很多 所以打一点出来 我一般都这样 在工作的间隙 为了多省出一点时间准备讲座的内容 欧阳自远的午饭经常是在办公室里解决的 我已经83了 希望能够节约一点时间 多做一点事情 我要完成的事情太多了 我只觉得我可能我做不完这些事情 所以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 能够把它做好 也就是专心自制的 搞好自己的事情 从这里面寻找快乐 欧阳自远的快乐 就在遥远未知的太空 这是他年轻时的梦想 然而这个梦想 却是从地下开始的 我们的年轻的共和国刚刚成立 我们学苏联要工业化 最缺少的是矿产资源 所以国家号召 你们要唤醒沉睡的高山 让他们献出无限的保障 就这句话打动了我 学什么呀 国家现在最需要的是找矿的 1952年 高中毕业的欧阳自远 报考了刚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 矿产地质勘探专业 正当欧阳自远脚踏实地的 为了祖国建设四处寻找矿产的时候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宣布了人类空间时代的到来 这件事对欧阳自远的触动很大 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我当时一看 我感觉到我做地质 我们成天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爬 假如有个卫星在地球上飞 那什么东西都看得很清楚 空间时代 我坚信我们中国一定会有进入空间时代的时候 我们这些年轻人要为中国进入空间时代 而去准备 我就下定了这个决心 苏联的探测太空深深刺激了欧阳自远 他渴望将来有一天 自己也能够去探索太空 然而梦想与现实变成了天上和地下 作为中国杰出的地质学家 他正承担着鲜为人知的任务 1963年欧阳自远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 让他带领一个研究组 去为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选择爆破地点 原子弹是搁在山里头炸的 如何防止污染 等等到底爆炸的图景怎么样 就这么的 我一直从1964年做到1978年 成功地做了两次地下核试验 所有的污染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出来 虽然其中我有很长的时间 做地下核试验的工作 但是一离开现场 只要有时间 我还是在持续来做地球以外的物质 不管做什么工作 我觉得这方面的工作 我从来也没有放弃过 老天爷会赐给我们天上掉下来的东西 1976年3月8日15时左右 一颗重约4吨的陨石 从地球公转回到的后方 以每秒15至18公里的速度 追上地球 撞进大气层 当时突然听到了巨大的轰鸣声 受惊的人们纷纷猜测 是不是用飞机不幸坠落 或是遭到了敌人新式武器的攻击 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地下核试验会议的欧阳自远 忽然接到中国科学院的紧急通知 要求他第二天一大扫 带领一支考察队赶往长春 这是1976年 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 《宇宙来客》 这部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关于陨石的纪录片 真实地录制了当年考察队的工作情况 欧阳自远和考察队员们 对这些从天而降的石头进行了挖掘研究 初步判断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陨石雨 尽管拍摄于40多年前的这些影像的声音已经损坏 但我们还是能从画面上看到 当年欧阳自远见到这些从太空飞来的石头时 那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 所以我就开始做陨石 不管三七二十一它是天上的 我现在研究总可以为月球火星做准备 我就去做 吉林陨石的母体 是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中的一颗行星 年龄约为46亿年 是极为珍贵的宇宙样品 这是欧阳自远 正在这块世界上最大的石陨石上钻孔取样 此后欧阳自远专心研究吉林陨石 并出版了专著《天体化学》 这本书成为中国天体化学领域的开山之作 吉林陨石让欧阳自远加深了对太空的了解 而一块来自月球的小石头将彻底改变它的人生轨迹 带它打开通向太空的大门 月球为人们指引着方向 帮助人类计算节气 月球的潮汐力令地球自转趋于稳定 还促成了阳流的形成 进而对地球的气候带来了影响 地球与月球之间的亲密关系 引发了人类强烈的好奇去探究月球 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的儿子 乔治·达尔文所推崇的分裂说认为 月球曾是地球的一部分 后来由于地球的转速太快 把一部分物质抛了出去 于是形成了月球 地球表面留下的一个巨大深坑 太平洋 则成为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 而赞同福祸说的人们则认为 月球原是在太阳系的物体 在飞过地球附近时 被地球的强大引力所捕获 从而成为地球的一颗卫星 地球和月球到底是什么关系 宇宙苍穹又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1969年7月20日 美国阿波罗号飞船的宇航员 带着一系列的任务奔向月球 希望能近距离地观察月球 从而让关于月球的种种猜测尘埃落定 阿波罗号宇航员在月球着陆 当他们走出登月舱后发现 月球上笼罩着厚厚的尘埃 四处可见岩石和坑洞 有大气的 它是超高真空 所以它的环境极其恶劣 没有风 没有雨 没有任何气候变化 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生命 所以月亮一直是荒芜的 一直是非常寂寞的 这就是我们的月亮 然而更多的信息 却是肉眼看不到的 宇航员们成功登月 完成任务 他们取了些月球的土壤和岩石 带回地球 回到实验室 科学家们发现 宇航员带回来的标本 与地球上的很类似 这让我们离答案更近了一步 月亮的诞生 是一个小天体撞了我们的地球 这一撞不要紧 就撞出很多碎块来 这些碎块就在地球的外面 就慢慢慢慢聚集起来 慢慢慢慢形成了这个月亮 我们可以做基因鉴定 我现在可以提取地球月球的基因一对比 太像极了 完全可以证明月亮是地球的女儿 所以我们的地球 一直带着自己的女儿在身边 而月亮也一直伴随着自己的母亲 经历过四十五万万年 荒谷的 而且是漫长的时代 对欧阳资源来说 阿波罗号登月创造了人类奇迹 从那时起 欧阳资源就一直关注着 阿波罗号的探月行动 美国的阿波罗号宇航员 曾经从月球带回了大量的土壤和岩石标本 其中的一块岩石标本被送到了中国 1978年卡特总统 派他的安全事务顾问 叫布瑞金斯基访问中国 1978年7月5号左右 他带了两个礼品送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第一个礼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第二有机玻璃里面砍了一块石头 他说这是我们美国人从月亮上彩绘的石头 主席问了 这块石头我们中国有没有哪位科学家能够鉴定一下 是不是月亮的石头 中国科学院说 我们可能有一位科学家 做过天上掉下来的东西 月亮也就差不多 它也是天上的东西 欧阳资源幸运地得到了研究这块月球标本的机会 结果我们花了四个月全面解剖 发表了14篇论文 就那么0.5个 结果全面解剖是阿波罗时期的样品 是什么 他的年龄多少 他有哪些东西 怎么全做了 美国人也佩服 没想到中国居然解剖得这么清楚 欧阳资源认为 这块岩石样品是由阿波罗17号的宇航员登月时采回来的 这块来自月球的小石头 重新点燃了欧阳资源探索太空的梦想 从1993年开始 欧阳资源积极呼吁中国政府启动探月工程 希望能在月球上找到可以帮助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写了不少书也写了不少文章 介绍别人月球探测火星探测 我得跟着他们 结果我心里完全有底了 中国该怎么搞 从哪一步起步 因为这搞了三十几年了 到1993年 已经35年了 这向国家提出来 我们中国可以搞了 可以搞月球了 但是欧阳资源的探月计划却遭到了一堆 你不知道全国的舆论啊 我们还是个发展中的国家 你干嘛有必要去探测月球啊 地球上的事都做不完 瞎折腾 是吧 这大家一见对啊 第二呢 美国和苏联搞了一百多次了 我们再去搞月球 你被人家高明在哪儿 你有什么创新 你有什么亮点 第三 搞月球是花很多钱的 我们长额一号是花了14亿人民币 我一点都没给我的情绪有什么打击 我觉得 公众不了解 唯一的办法 请他们能够了解 谁去做 我们 在月球的工作进展当中 我总觉得我有一个责任 应该普及一些月球的科学知识 宣传一些月球的它的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们出了一套长额书系系统的介绍 因为这个是逐路太空大家探测月球的竞争 然后长工染胜 介绍月球上有什么资源 有什么特色等等 为什么探测月球 因为十万个为什么我主编了一个航空航天卷 就是更多的让大家了解月球 而且能够理解这个月球 特别是了解我们中国的探月工程的进展 为了推动中国探月计划的实施 除了研究 欧阳资源做的最多的工作 就是四处游说 呼吁 向公众和决策者宣传中国探月的重要性 而它的一做就是十多年 国家要求我们要论证 第一 必要性与可行性 这个我们要调查研究啊 写材料啊 最后专家鉴定 非常非常必要 完全完全可能 好了 两三年以后通过了 说还不行 不能干一次就行 你要做出一个 这个发展战略与长远规划 到底该怎么干中国 行安我又带领我那帮学生 我们又干这个时候 又干了两三年 交了报告 审查 评审 大家说完全可以按照这个来做 非常科学 非常好 我们干了那么多年 心里完全有底 第三步 你们得写一个什么呢 具体设计第一次到底怎么干 所以那个我们要论证啊 要找各方面的技术人员啊 要用什么科学仪器啊 搞了大概三年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 嫦娥一号绕越探测卫星 在西昌发射升空 嫦娥一号是由中国研制发射的 第一颗探越卫星 作为中国探月工程的首席科学家 欧阳资源指导了 中国月球探测的近期目标 与长远规划的制定 并设计了月球探测的科学目标 与载荷配置 根据北京实施轨道监视判断 嫦娥一号卫星第一次进越制动过程正常 以顺利进入12小时还越轨道 这一刻 这个声音传遍了全世界 宣告中国有了自己的第一颗绕越卫星 为了这个梦想奋斗了一辈子的总指挥 卫恩杰 总设计师孙家栋 首席科学家欧阳资源 拥抱到了一起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期盼 绕起来了 绕起来了 我们几个老头抱起来大哭一场 多少年的心血 多少年的期望 就在这一刻我们有把握了 我们真的到月亮了 欧阳资源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到太空中去看一看 如今他的这个梦想 已经一步一步的变为现实 我觉得我们国家大有希望 不就这么做下来的吗 这一辈子也就是 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就感到很值得了 在浩瀚的宇宙 从地球到月球 人类仅仅是跨出了一道门槛 而为了跨出这道门槛 许多人耗费了他们的一生 我喜欢你 我们下期见